好 現在呢 柯文哲真的是 非常的這個 最近啊 事情非常的多 焦點都在他身上 那么看到呢 因为他申报的 政治现金捐款啊 现在说有来自 对岸的这个金流 而且呢 好 民众之声的斗内 居然是进到木可公司吗 好 我们要看到的是呢 现在已经调查出来 柯文哲申报的政治现金捐款 有六笔 是来自于这个日本 那甚至有十一笔的政治现金 来自于上海 香港以及澳门 这样这个地方的捐款 但是呢 根据了 政治现金法 如果说捐赠者呢 他不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恐怕呢 就会涉嫌违反 政治现金法的规定 那包括了大陆啦 港澳 好 不管是这个国民也好 或是法人团体 都不得来捐赠政治现金的 民众党发言人吴仪轩就说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年满二十岁就可以捐款 他们呢 初步是有看身份证 但是 好 现在呢 会重新盘点检视 那民进党的立法院 党团书记长庄润雄他说 政治现金法的规定 非常的清楚 中港澳就是不可以 而且非本国人士也不可以 那民众党呢 现在一团烂仗 真的烂到不知道怎么申报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呢 因为呢 现在大家在讨论 也在怀疑的就是说 木可公司 难道是民众党的党营试验吗 好 因为呢 有一个这么的录音档传出来 好 内鬼爆出了会议的录音档吗 有媒体就披露说 民众党的副秘书长徐辅 曾经在内部的会议表示 民众之声的斗内在木可公司 那柯主席说 这个钱是给文宣部来使用 如果说各组呢 有高预算的大专案 就可以请木可来做支出 好 包括呢 可能采购软体啊 同仁奖金等等 那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民众党这边的声明说 这一段录音呢 好 这个录音档是离职员工 以非法手段擅自爆料的 那录音内容是闲聊的片段 并没有实际执行 针对这样的抹黑爆料 会来采取法律的行动 好 但是呢 大家当然现在就会很纳闷说 难道木可是成为 这个民众党的党营事业吗 有这样的疑虑 尤其民众之声呢 他们的这个斗内有非常的多 包括呢 在YouTube上面的排名是第七名 有176万多元的一个赞助 好 所以呢 大家在讲说 这个钱难道真的流进了 是木可公司吗 好 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前幕僚 民众党前幕僚 Grace吴静怡她说 民众之声呢 是民众党的官方频道 那民众党恐怕没有办法申报 总统政治现金收入也没有编列 斗内该不会又是偷偷进了 像是木可公关这样的一个私人盈利公司吧 还是又是进了谁的口袋呢 那小草们知道这些斗内的经费都流入其他私人公司或是其他人的口袋 他们又会怎么想呢 好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除了刚刚讲到政治现金可能有来自海外的部分 甚至是港澳地区 中港澳地区 那现在也要讲的就是在查假账的事情 已经有为请黄珊珊来担任善后小组嘛 好 要续查假账 那大家当然有点质疑说是不是有点裁判 球员间裁判这样的问题 黄珊珊呢再次强调查账小组绝对没有外界所质疑的 球员间裁判的问题 支出凭证正本也已经主动提供给检调 所以呢不存在所谓有灭证的疑虑 不过现在呢也传出说 柯文哲似乎要找第三方的查账小组 那么人选呢传出点名的是包括秘书长谢立功啊 前立委张其路跟陈晚会等人 好 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轩就说 本来就会有第三方进来 就是呢当初并没有经手过财务的人 会来进行这个更详细的调查 那这个第三方呢会是一个公正的会计师 所以也有可能就是不是这三位人选 好 柯文哲呢现在除了假账的事情 之外呢当然还有包括他另外三大案了 好 这个台志光啦 金华城案啊 北市科 那我们看到金华城案呢 好 原本是八月二十号要开会的 好 但是因为彭正生没有办法出席 所以现在延期到八月二十六号要来开会 而且呢报告最快九月份就会出炉 那么现在呢好 列为被告被限制出境的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正生也会到场来说明 台北市的这个议会调查小组就是金华城案的调查 小组呢说关键点就在北市科两场会议放宽投标条件都是由柯文哲亲自主持 金华城则是有柯文哲一份交办单两份亲签的公文 三次会议指示 那至于台志光最大问题呢 好 就是警察局监视器案以及费率的订定 这都是在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签订的 所以这样一连串下来 柯文哲恐怕难逃政治责任 好 那我们来看到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就讲说 金华城案绝对有问题 只是呢不清楚图立该负责任的到底有谁 不过柯文哲的责任他是免不了的 一定有责任要负的 好 我们看到呢 这个柯文哲深陷了政治现金的风波 那么原本呢 他们说要比照疫情记者会 每天来开这个记者会来公布查账的结果 在20号召开了查账记者会之后 现在已经有两天 没有再开记者会了 而上号小组的负责人黄珊珊 他回应因为单据副本 有模糊不清的状况 已经跟调查局约好 会重新来影印原始的凭证 那针对呢 有第三方公正小组要来介入 好 到底进度如何 他说呢 自己已经有去拜访会计时工会 在今天呢就会正式发函 请专业的会计师来协助查核账目 他再次强调 他自己会留下来查到所有的账 程序完成为止 我们今天会去跟调查局这边 把正本印回来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比对 所以这个记者会 只要我们有进一步的结果 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公布 但是现在因为碰到了单据 没有办法那么明确 所以我们会请调查局 先让我们印副本 那这几天查证你们是怎么查证 在这个单据不明天中 我们就是原来我们都有留副本 但是因为后面有很多 比如说一碟 他后面当时没有全部都扣笔好 所以的确会有折业 然后那些日期金额 甚至可能模糊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比对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些比对的人 都不是原始处理的人 所以我们是从现有的资料去比对 但的确碰到了一些资料不齐 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 因为模糊不清的状况 这个可能需要去再去 把原本拿出来 大家再做一次比对 这样会比较完整 委员那主席有当面找你说 谈到实力的这件事情 我想昨天已经说过 都是子虚无有的事 我们就不需要再造谣了 那第三方公正单位 这件事你找得怎么样 昨天我有去拜访一些 会计师工会的 会计师的先进 那他们的建议是说 我们现在要希望能够 请会计师工会来协助 所以我们今天会正式的发函 那因为会计师工会 也有一个轮派 会计师的一些相关的规范 所以他们也会协助我们 按照他们的制度 来去协助我们指派 他们指定的会计师来协助 我们做查核 那我们的账务 我们也希望有第三方会计师的 帮我们查核之后 因为将来还要跟监察院补证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 请会计师来协助 所以我们今天会正式的发函 去给会计师工会 那您本人会一直留到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会留到所有的补证完整为止 这一位头号柯黑 柯学家 王世杰就来评论 柯文哲最近的争议 还提到如果他最后被约谈 甚至是被收押的话 他会带110元的便当去探望他 同时他认为柯文哲 现在已经是政治性死亡了 最近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蔡炳宏 好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最近的争议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除了他的政治现金申报不时以外 现在包含了他的三大案 尤其在北市科跟金华城这一边 尤其争议是最大的 也传出说检调很可能 马上就会约谈柯文哲 而最大柯黑王世杰 他就提到 如果柯文哲真的被收押的话 那到时候他会去带一个便当 来去探望他 他也认为柯文哲已经是政治死刑了 来听一下王世杰怎么说 我那天是很感慨的说 说他如果进去的话 我大概就带个便当去看他吧 因为他请我吃便当 那我也还他一个便当 柯文哲 你还没有帮青年朋友 找到房子 倒是先帮你儿子找了个豪宅 当新婚房 那这个看在所有民众的眼里 这个是何其的讽刺 所以当时民众是因为恨透地保 选给火保嘛 所以你柯文哲就当选了 柯文哲你法律上可能政治千金法只罚你120万 那偉照文书可能轻判一颗罚金 但是在政治上你已经被判了死刑 你自己判了你自己政治死刑 因为这些作为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已经达到社会性死亡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判了他自己政治死刑 好我们可以听到王世坚就说这何其讽刺 他就谈到了柯文哲跟陈佩奇 陈佩奇带来去看他的一点恶意的豪宅 这个部分王世坚就认为 其真的是非常的讽刺 因为当初在选举的时候 他是如何来骂连胜文的 同时也批评他住地保 没有想到大家不选择地保 却选择了一个活保 那么王世坚也认为说 这个东西当然会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讽刺 而且怎么会把票投给他 结果他现在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把所有事情全部都都在一起 那他也认为说柯文哲他现在 是已经社会性死亡 政治死刑了 而且是自己判给自己死刑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给彭底出播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卤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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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